近日,陈璐单方面在微博筛出与霍尊亲密账,疑似公开二人恋情,引发网络热议。 10日,陈璐再次发声回应与霍尊恋情,他表示,看到很多人给的评论,有说我是来逼宫的,也有真心祝福我的。 我发出那条微博的时候,就已经做好了接受大家质疑的准备。 陈璐在长文中自曝与霍尊恋爱长达9年,二人在2012年开始交往,去年还一起过了七夕。 直到2017年,二人约会被拍,自己被霍尊要求删掉与他相关的微博,并互相取关,之后还曾被霍尊冷暴力,并遭到粉丝的网棒。 在两人分手后,陈璐还发现霍尊同时与多个女性交往,南方要求他开个假,签并分手协议。 陈璐没想到900万霍尊都会同意,在此之后自己又遭受恐吓威胁,被要求删除有关霍尊的黑料并自动放弃协议。 最后陈璐还透露,我所知道的,所提及的,远不知我上面说到的那些,并解释自己没有放出黑料和截图,是因为尊重与霍尊的九年感情。 网友吩咐留言,昨天看到公开还以为是好事,到南方微博一看啥都没有。 也有网友表示,不明真相,坐等吃瓜。